要为大家来讲思念处里面的最后一个法念处 而法念处其中有一个主题叫做五盖 五盖里头最后一个盖叫做疑盖 怀疑的疑疑盖 那之前我们有曾经告诉大家 这个疑盖就像之前的盖帐一样 你如果对自己有怀疑 或者是内心产生对佛法生的怀疑 重点你不要再去想佛法生的问题 你不要再去想那些问题 重点要怎么样呢 要针对你当下生起的疑盖 针对你当下的怀疑 那个疑啊 你要去灌照它 回到疑本身去看它 这个才是真正修思念处里头的疑盖 那断除一盖的方法非常多 有六种 第一种之前已经为大家介绍过 第一种就是多多听问佛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听了一天的佛法 有六天都在懈怠放异 那么正确的知见是建立不起来的 因为你好不容易建立起一天的知见 结果有六天都在玩耍 玩耍的缘故懈怠放异 你就把这个佛法抛到九霄云外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时时刻刻充实佛法 时时刻刻让自己的佛学之见建立起来 所以第一个要多问佛法 第二个 由于你有怀疑嘛 既然有怀疑就要怎么样呢 要询问有关佛法生的问题 你有越多的怀疑 OK 重点你要把这个怀疑解决掉 怎么解决呢 询问在佛法生上面 有比较高知识的人 他在这里头沉浸比较久的 足以为你解释的 你就要询问他有关佛法生的问题 当你对三宝有疑惑的时候 结果疑惑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 最后对三宝产生怀疑心 由于他一直没有解决他的疑惑 怀疑心累积的越来越多 因此最后呢 怎么样 他就变成一下子就退心 一下子就离开佛法 离开佛教界 这是为什么 这是平常累积问题的时候 没有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没有讲出来 总是放在心里 这个很要不得 而且这个是现在很多佛教徒 很多这种学佛的人的弊病 怎么说呢 变成多一时不如少一世 很多问题放在心里就好 不用解决它 各位这样子的话 最终你就会看到一堆人 不完全消失了 不学佛了 为什么 就像刚才讲的 日积月累最后火山爆发的时候 那就不可收拾 所以在火山爆发之前 在一个人完全退失到心之前 你要给他问问题的机会 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所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请你们记得 莫累积问题 累积问题最后一定火山爆发 最后一定跟佛教sayonana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随时有疑问 随时呢 把疑问拿出来讲 像有得恨的人问 像这方面专精的人问 那么打开你的心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续在佛道上 向上迈进 在心灵的旅途上 向上提升 这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的 针对出家众而言 出家众有比丘戒 比丘尼戒 比丘与比丘尼应该要适当的了解自己的戒律 你了解了自己的戒律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该守住 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那当你能够都充分了解戒律 然后好好的守住戒律的时候 你将对佛法没有疑惑 否则久了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别人会对我看清 为什么别人会在背后说我的闲言闲语 你会有很多的疑惑 打不开的心结 你会觉得佛教戒很奇怪 怎么那么多人在指指点点 原来是你不懂戒律 别人懂戒律在指指点点 你不懂戒律你就怎么样呢 不晓得哪边要改 这是真的 我看有的人非常可惜 有的人是怎么样呢 他终生只当沙咪 不受戒不成为比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想法跟偶一大师一样 他学偶一大师的想法 偶一大师是怎么样呢 偶一大师他自己减点自己 他用戒律减点自己的时候 他发现他根本没有资格当个菩萨 在减点自己他发现 哇根本没有资格当个比丘 在减点自己也发现 哇自己连沙咪都不如 最终发现自己 只有做好在家居士的五戒 只有守好在家居士的五戒 所以他发现他根本不足以成为比丘 那有的人呢 看到这样子的公案 这样子的故事呢 就引以为借尽 所以呢 干脆出了家 当个沙咪 终生过个沙咪 终生当个沙咪 持好沙咪的戒律也就足够了 所以他就要不再求大戒 不再求比丘戒 巨族戒 因为有国一大师这样子的大师作为例子 各位 这样子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国一大师有没有受比丘戒 有啊 他受了啊 他是因为反省 他是做反省之后 发现自己啊 哎呀 真的是连那么一点点的 这个在家五戒都很难守好 这是谦虚 这是他反省之后的结果 但是 请问他有没有受比丘戒 他是不是比丘呢 他当然是个比丘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我们现在 不可以因为偶一大师的反省 因为偶一大师的谦虚 我们就不受比丘戒 偶一大师他知道比丘学处 他知道有哪些戒律该守 那你不说比丘戒的话 你当个商民 你永远只知道十戒 你不知道其他比丘戒的戒条 你不知道哪边该守 对不对 所以我奉献主位 要好好了解戒律 那你如果是在家居士 你受过这个在家五戒的 一样啊 要守好在家五戒 你要去好好了解五戒的内容 到底在说什么啊 有没有彻底做好啊 其实啊 要做好也不容易了 你光是这个望与戒 有几个人守得好呢 在家居士自己扪心自问 守得好吗 不要说什么啦 就算是出了家 一个出家人 要守好望与戒 有时候也有一点困难度了 何况是一个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有时候在社会上做事情 必须为了保护自己 或者是种种的因素呢 而说出一些妄语 这是很难 很难避免的 所以不要以为在家五戒很好修 杀身 杀身好修吗 蚂蚁不小心就踩死了 蟑螂看到它就打死它 蚊子在啪把他啪死 你看很好修吗 也不是很好修的 所以真正要去了解戒律的内容 了解之后呢 我们希望自己可以贯彻 可以贯彻 那你有了解戒律之后呢 渐渐就不会产生疑惑 你就不会觉得奇怪 别人怎么在责怪你 你渐渐把一些戒律禁止的行为 你自己就做好了 你就发现没有人可以说你的 无可挑剔 你成为无可挑剔的一个修行者 这是第三种方法 第四种方法是 尽信三宝 这个也可以驱逐疑惑 尽是清尽的尽 清尽的信仰 佛法生三宝 也就是因为了解 而对于佛法生三宝起了正性 因不了解三宝而 污蔑 毁谤 污辱 佛法生三宝 因了解了三宝 所以对它起尽信 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生三宝 有疑惑 是因为没有起尽信 所以第四种方法是尽信三宝 第五种方法是清尽善知识 这个在每一盖里头几乎都有 你要去除五盖里头 任何一盖 几乎都讲到清尽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清尽对于三宝 具有尽信的善友 你就会渐渐朝向 这样善知识的德恨迈进 你清尽那些恶知识 专门在骂三宝的 你就跟着骂起三宝 你信不信 如果一个人跟你在聊三宝 一直在骂三宝 跟你骂三宝一个小时 你难保不讲出一句骂三宝的话 难保 搞不好这个就讲出一两分钟 在骂三宝的话 跟着起哄 人是很容易跟着起哄的 所以说第五种方法 透过清尽善知识 你可以渐渐远离疑惑 第六种方法 就是适当的言谈 这言谈也是非常重要 谈论疑惑的弊病 与去除疑惑的利益 这个就是适当的言谈 如果一直在谈人我是非 谈寺庙的缺点 谈寺庙里头的人事问题 谈寺庙的很多的龌龊 黑暗面 那你有的人就会讲 就会讲这个寺庙的很多问题 在那边大 大摇特摆的这样子聊 好像很有趣 好像把寺庙的人通通骂光了 他觉得很有趣 幸灾乐祸 这个就是什么 不适当的言谈 那你千万记得 各位电视机观众的朋友们 记得记得 每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人 在你面前 大骂特骂三宝的时候 你也不用回嘴 回嘴只是争吵而已 记得离开现场 默默的离开 祝福他 你祝福他 也不用讲祝福的话 你就是默默的离开 你不苟同 但是你也不需要一直跟着起哄 也不需要回骂 不需要回骂 我现在就看 这一点真的蛮可惜的 有的人 把佛法讲得非常高妙 讲得非常 玄之又玄 他高深的佛法讲得很好 讲得非常棒 堪称自己是最棒的佛法 可是在他眼里 别人都不如他 然后骂尽一切的高深 一个一个高深 挑出来讲 挑出来骂 喜欢批判高深 那这个就是不适当的言谈 适当言谈是没有这些的 没有谩骂 不批评 如果讲到别人 只赞叹别人 讲到别人 没有讲别人的缺点 这个叫做适当的言谈 所以我们扪心之问 自己有没有做到呢 没有做到的话 自己要减点 当禅修的时候 心中可能会产生疑惑 每个人都是如此 你禅修七天 有的人不要说七天 第一天就想打退堂苦了 痛得要命 汪汪叫 受不了了 到了晚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本来晚上都在看八点档连续剧 这个时候 我受不了 又痛 又在这边 又没办法享受八点档 又没有人聊天 家人不在 本来是跟家人吵架 所以想说去参加禅期 清幽清幽 没想到参加个禅期之后 发现不好玩 好像在挖苦自己 所以算了回家 你看这个是什么 对禅修产生疑惑 对佛法产生疑惑 那么这些都是怎么样 都是我们要克服的 所以说 每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 在禅修的时候 都可能产生疑惑 只要让这些疑惑 成为你禅修的对象 然后去注意 什么呢 注意 移 移 移 你在疑惑的时候 禅修疑惑的时候 你要 从本来 比如说观呼吸 你在观呼吸的时候 产生疑惑 你就要从观呼吸 这个索恩静 回到疑惑本身 再讲一次 你在观呼吸的时候 产生疑惑 疑惑已经非常明显 很显著 影响到你的 这个专注了 这个时候呢 你要停止 停止什么 停止观呼吸 专门来观察 你的 这个疑惑 比如说你现在在 疑惑哪一件事情 你回到疑惑本身去观察 而且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去 继续想 疑惑的事情 比如说你疑惑 我这样子修行 到底会不会成佛啊 我真的会成佛吗 你在疑惑这件事情 对不对 OK 当你回来观察 疑惑本身的时候 不是叫你继续去想 这一件事情 不是叫你很专心的去想 我会不会成佛 不是 而是叫你 回到怀疑本身 怀疑它是一种行为 怀疑 道 道 它是一种 一种action 你去回来观察 内在 意根的这种action 意根一直在那边疑惑 重点不是去观察 意根的内容 重点是观察 意根正在动 这件事情 正在疑 正在动 所以每当有疑的时候 回来去注意 疑本身 疑 疑 疑 这样子 OK 特别啊 当你怀疑 这个方法的有效性的时候 你 每当你用一个法门在修 你在怀疑这个法门的有效性的时候 疑惑一升起来 要马上让这个疑惑成为残修的对象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注意 怀疑 直到他们消失为止 这个是修行的重点 所以以上六个要点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与疑惑产生的时候 断除疑盖 就是这六个方法 现在我们也要再回来 告诉大家 大圣佛法的要义 它的精髓所在 请大家回答我 大圣佛法的精髓在哪里 空性智慧 慈悲是一定要的 慈悲是 不管你是大圣法 小圣法 一定要慈悲 连外道都是对众生慈悲 慈悲是什么 不用讲 它是所有宗教最基本的 都是要爱一切的人 爱一切的世人 慈悲一定要 不管是大圣佛法 小圣法 儒家 道家 还是任何的基督教 天主教 全部都一定要慈悲的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大圣佛法的精髓 那么是什么呢 一切法空 空性智慧 波勒波罗蜂多 普洛尼批拉米塔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 就是说 之前我们曾经举过一些例子 让大家了解 很多时候 东西南北 高矮 眉丑 黑白等等 这一些都是在二元世界的对立面 分别心所产生的 这个都是远离空性智慧 如果说我们从伦理学的领域 对于那些这种高低美丑的价值判断 这种伦理学领域 移到宗教领域的时候 同样的问题也会牵涉到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价值论的领域中 这个比如说善恶 真假 这种对于价值判断的标准是很艰难 你说善恶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这种判断是很艰难 就跟高矮跟东西南北 这种你可以很明显看出它是相对的 你的讨论的时候 你可以大家都可以公认 东西南北它是一种相对存在的 台湾好像在大陆的东边 对不对 可是台湾却是在夏威夷的西边 所以台湾不一定是东边 也不一定是边 端看哪个参考点而定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他探讨到善恶的时候 善恶这个事情就令人费解了 为什么 因为他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认为的善 但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恶 比如说你很辛苦为了赚更多的钱 养你家的父母 小孩 妻子 你非常辛苦在你工作岗位上 办好你的角色 请问这个对于你的家庭是不是善 是 结果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扶摇直升 对于家庭是不是善 是 对于你的同事是不是善 不见得 大家同样要挤那个位置 同样要挤往上爬那个位置 那个上面那一个缺大家都要 你挤上去了 对于同事 是不是善 变成一种恶啊 对不对 变成一种恶啊 所以善与恶啊 你就可以知道说 没有那么好讨论 没有说那么的说相对的好讨论 可是呢 宗教领域啊 又超越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判断 为什么 因为它奠基于像基督教是神 无条件的爱 或者是佛陀啊 是无限的慈悲 那么这又是因为神的神圣意志 或佛的至高的智慧所支持者 由于神的意志或佛的智慧 使得基督教 天主教或者佛教呢 它的价值领域啊 超越了一般人的价值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基督教里头 马太福音里头就讲了 耶稣认为说 我并不是来召唤 值得尊敬的人们 而是来召唤被抛弃的人 所以这个一般呢 值得尊敬的人 是我们所肯定的 是我们所赏识的 可是在这个耶稣里头 他却不是这样 他比较想救那些可怜的人 被抛弃的人 那佛教的情况 何尝不是如此呢 譬如说清兰上人 清兰他是1173年到1262年的一个人 净土宗的一个人 他重视阿弥陀佛 无条件的慈悲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在净土宗 即使是一位好人 也会被拯救 更何况是一位坏人 在阿弥陀佛世界里头 我们说今天阿弥陀佛 他最值得大家称赞的 就是说他连坏人也救 好了 那现在清兰上人说 如果阿弥陀佛连好人也救的话 那更需要被救的坏人 更不用讲 更被需要救的坏人 他一定救 好人都救了 坏人一定救 所以这种好坏善恶的差别 在我们在宗教领域中 无论是佛教基督教里头 发现了 发现都可以超越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分别 一个限制 那下面呢 还有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就等下一集 继续为大家来讲解 阿弥陀佛